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年牛奶的销售量来看 无论是产量还是销售量都比会同比增长 成了各家各户的必需品 然而一则传言打破了这种现象 很多人不知道从哪听来的说法 经常睡前喝牛奶会慢性中毒 多数人看到后都十分恐慌 难道睡前真的不能喝牛奶吗 我们先来看看传言可不可信 有人听说睡觉之前喝牛奶 是因为人在睡前喝牛奶 牛奶不容易被消化吸收 尤其是晚上人们睡觉之后肠胃又不运转了 那么更会威胁身体健康 造成一种慢性中毒 经常睡前喝牛奶会慢性中毒 是不是谣言 可能很多人听到这种说法都会信以为真 但大家在没弄清楚真相前都不用听信别人的说法 事实是肠胃无论什么时候都会配合机体的工作 如吃尽食物后 肠胃会自动消化 就像很多人吃夜宵一样 同样是吃尽去了不健康的食物 包括烧烤 油炸 辛辣性食物 也没有见谁说会食物中毒 甚至是肠胃不消化变成有毒物质 而牛奶在多种食物中 人体是极易消化吸收的 即使是睡前喝也没有问题 除非是有一种特殊情况 那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人 喝完牛奶会出现肠道不适 如腹腺 腹胀 恶心 呕吐 肠鸣 肠鸣等等 但不要把锅扣在牛奶身上 接下来 告诉大家五个最适合喝牛奶的时间段 餐前30-60分钟喝牛奶 一日三餐有早餐 午餐 晚餐 大家都可以在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喝牛奶 国内外有研究发现 餐前喝牛奶的人群 特别是有2个人 特别是有2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人群 还有利于控制餐后的血糖 对稳定病情十分有利 吃早餐时喝牛奶 早餐是全天中的第一餐 加上经过一晚上睡眠的消耗 正是需要补充大量营养的阶段 这时候也适合喝一杯牛奶 牛奶中富含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钙 磷 铁 多种维生素 有利于补充机体营养 晚餐喝牛奶 晚餐喝牛奶 牛奶可以带来较强的饱腹感 对减少正餐的量 以及帮助肥胖的人群减肥很有益 睡前喝牛奶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睡前喝牛奶有助于睡眠 确实 经过相关研究查证 牛奶中富含的钙 烟酸 维生素B6的成分可以助睡眠 失眠的人群可以试试 但不做药用哦 原来喝牛奶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看完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都知道哦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让我们可以看到 更多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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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期五年都分享给你 我更多的新闻报道 也许与你 有关于我们的新闻报道 我也许与你 区别在这一篇文章 我点准看 我不肯定 也认为一个新闻报道 更多随OUR 你大号研究 哪一号研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